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個 他說如果依據三角形全等的定義來說 我們必須要證明兩個三角形中的三組對應角都相等 然後三組對應邊也相等 才能夠說這兩個三角形全等 為什麼呢 因為三角形全等的定義告訴我們說 這兩個三角形完全疊合 我們才能夠說它全等 那完全疊合在圖面上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這個角AR 會等於角D 黃色的角A會等於角D 這個會等於這一個 然後呢 角B會等於角E 再來呢 角C會等於角F 在對應邊相等的部分 這個線段AB B 必須要等於線段D E 然後線段B C 會等於線段F 再來就是線段A C 會等於線段B F 再來就是線段A C 會等於線段B F 那完全疊合這個東西 事實上是代表六件事 六件事 第一個就是它三組的對應角都要相等 第二個就是它三組的對應邊也要相等 也就是說啦 我們為了要證明這兩個三角形全等 我們必須要讓這六個條件都成立 我們才有辦法證明 但是事實上喔 我們發現不需要這麼煩 在某一些情況之下 這六個條件裡面 只要有三個條件成立 就可以確保另外三個也會成立 換句話說啊 在某一些情況之下 我們只要去證明 某三個條件成立的話 我們就可以確定這兩個三角形全等了 那麼我們將這一些情況 稱作三角形的全等性質 那三角形的全等性質 有幾個呢 有五個 那就是我們下面要介紹的部分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三角形的全等性質 我們剛剛談過 兩個三角形一個叫ABC一個叫DEF 如果我要說這兩個三角形全等的話 那它必須要完全疊合 那完全疊合事實上是代表六件事 哪六件事呢 第一個就是這個角AR 會等於這個角D 然後咧 角B咧 會等於這個角E 再來這個角CR 會等於這個角F 然後咧 ABR 會等於DE 再來 BC 會等於EF 再來 AC 會等於DF 好 事實上是代表這六件事 我們才能夠說這兩個三角形完全疊合 也才能夠說這三角形全等 但是我們發現在某一些情況之下 我們不需要去把這六件事都給證明了 才能夠說這兩個三角形全等 那甚至於說 在某一些情況下 只要有三個條件成立 另外三個條件也會成立 因此我們就把這些情況 叫做三角形的全等性質 那像這樣的三角形的全等性質 有幾個呢 它是有五個的 包括了哪一些 包括第一個是叫SSS全等性質 SAS全等性質 ASA全等性質 AAS全等性質 還有RHS全等性質 那這裡有五個性質 它大部分都是S啊 A啊還有R跟H這些字母 那究竟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後面會再仔細介紹 但是這裡我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字母的意義 其中這個字母S啊 代表的是邊 英文字母SIDE的第一個字母邊 那字母A就代表的是角 因為它這個角的英文是ANGLE 它的第一個字母是A 而且呢 僅用於這個直角三角形的這個RH全等性質 它的字母R是代表直角 直角 那字母H呢就代表斜邊 所以只有四個字母 比較常用的SA代表邊 A代表角 然後呢 R代表直角 H代表斜邊 換句話說SSS全等性質 就是邊邊邊全等性質 那什麼叫SSS全等性質 我們後面會再講 那SAS就是兩個邊跟一個角 然後ASA就是兩個角跟一個邊 AAS就是兩個角跟這個邊 還有RHS就是直角斜邊 還有一鼓 就是其中一個邊 我們後續會再仔細的介紹 好 這個段落大概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在證明兩個三角形全等的時候 如果按照它的定義來講 就是它必須要完全疊合 那事實上要證明這六件事 那證明六件事太煩了 那我們發現在某一些情況之下的時候 只要這六件事裡面 只要有三件事情成立 其他的三件也會成立 因此啊 我們只要把這三件事情給搞定 就可以證明這三角形全等了 那像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叫做它叫做三角形的全等性質 那這樣的全等性質有幾個 就有五個 有SSS SAS AS AAS 跟RHS 那這些字母 S代表邊 A代表角 HA代表斜邊 R代表直角 大概這個段落 你只要有這樣的認識就夠了 下面呢 我們就逐一一個來介紹這一些的全等性質